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重来四喜南导演的《流浪记》 坐落在东京花街的金多西一季馆 从前很有声望 但近些年一季行业江河日下 众多娼妓打着一季的名号做生意 给一季名誉带来极坏影响 往日辉煌的一季馆渐渐暗淡下来 年轻一季奈奈慧抱怨工资总是少发 还拿出证据来 金多西一季馆馆长的女儿宋代反驳 那又怎么样 也许是你伪造的 你无权质疑 还记得你来时是什么样吗 乡下人一个 土得要死 连三文鱼是什么都不知道 奶奶会不服 我来自千叶时 我们那就是没有 宋代的小姑子迷子也帮腔 你还有理由了 一旁的年轻一季奶奶子也跟着笑 奶奶会又气又没办法 被笑得抬不起头来 一级工会打来电话找馆长月田 宋代借口妈妈不在挂掉了电话 宋代天天听奶奶会抱怨 心里烦得很 问妈妈为什么不发工资 已经到月底了 月田放下美容仪 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账本 宋代理解 不再追问下去 被嘲笑一通的奶奶会 穿戴整齐便出去了 只说出去走走 奶奶子一眼就看出 一定是出去做兼职了 一位带着行李的妇人找上门来 带着职业介绍所的介绍信 想要面试一份仆人的工作 妇人叫山中梨花 月田看了半天也没念出来 大家听了也说 这是很少见的名字呢 山中女士前年丧夫 孩子去年也死了 现在靠自己生活 月田想了一阵 年纪大点好 稳定 不像年轻人 想得多 做得少 嘴不停 山中连连道谢 面试了很多家 都嫌弃自己太老了 真是太谢谢夫人了 我一定会尽力的 月田让妹妹米子在山中转转 米子随手指着说 这是厨房 这是卫生间 看到奶奶子 马上退给奶奶子 带她转转 我要去找童子了 奶奶子翻了白眼告诉中山 我给你介绍人吧 这个懒骨头叫米子 是馆长的妹妹 刚才那个姑娘叫盛黛 是馆长的女儿 机灵得很 奶奶子刚介绍两个人 月田又喊奶奶子去找猫 没人带山中熟悉房子 山中也不闲着 忙到门口拿行李 行李刚拿起来 月田下来了 吩咐山中去洗衣服 同时为了方便 还帮山中取了个新名字 阿春 阿春刚准备去洗衣服 月田又介绍七香给阿春认识 短短一小会儿 阿春就感觉到 这家的活累不累不知道 但忙是真忙 阿春连烧水都不带安静会儿的 七香神神叨叨告诉阿春 我们这儿不准生火 要是非要生火 要再手心写水字 写三次 然后对着火 这样火就不敢造次了 说吧 还嘴里念念有词 败起来 阿春到金多西一级馆 第一次买菜 就不太顺利 毕竟一级馆欠了钱 很久没还了 店主看阿春很是诚恳 便让伙计拿一些菜给他 毕竟是新人 不然回去也不好交代 奶奶子晚上有预定 穿戴总期准备赴约 七香生意就不太好了 只能羡慕年轻一级 奶奶会儿最近总是借口出去逛逛 总也不见人 今晚有两个预定 都不得不退掉 月田问奶奶子 她有跟你说什么吗 奶奶子事不关己地说 哦 大概 也许 可能 或许 是出去做兼职了吧 趁着月田上楼的功夫 七香跑到厨房 悄悄问阿春要调味汁 没得生意做 总得找点试感 吃 也算一件 七香正偷偷到调味汁呢 月田的同父一母姐姐来了 七香缩着头躲在厨房 悄悄告诉阿春 嘿嘿 我欠着老女人钱 实际上这房子 也被两姐妹抵押掉了 月田当初之所以抵押掉房子 是为了帮一个大阪的男人 但男人嘛 很残酷的 嘴甜 心硬 人早就不见了 月田姐姐帮月田 介绍一个钢铁公司的经理 很有钱 肯定能帮上忙 只要月田愿意 宋代从外面回来 看到多了一双木鸡 问七香 我阿姨来了吗 七香笑笑 嘿嘿 是的是的 她月底是不会忘记出现的 就算痴呆 记性也很好 话音未落 一张药寨脸出现了 七香马上陪笑 哎呀呀 见到你真高兴 阿春的房子 被子都破了洞了 阿春只好拿些报纸盖上 不仅如此 一记管的那只笨猫 没错 就叫笨笨 还喵啊喵的 说不定之前就一直睡在阿春的房间 阿春和盛代一起整理一记管的和服 不住冲赞 盛代坦言 这就是一记的脸 我妈妈为了这些欠了好多钱 实际上盛代也做过一记 不过只有短短六个月 盛代不擅长奉仇别人 盛代给阿春倾诉 虽说妈妈是个成功的一记 但是辛苦几十年 根本没人在乎她 在我看来是很不值得的 盛代正说着 奶奶子慌忙跑上来 有个自称是奶奶会 舅舅的人找上门来 看着很卧槽的样子 阿春拦住盛代 我去吧 你们两个小姑娘待在上面 奶奶会的舅舅 是来帮奶奶会要工资的 气势汹汹 说话大声 粗俗得很 但面对阿春 体面大方的回应 也不好赖着 只说自己还会再来 便走了 月田姐姐 极力撮合月田 跟这位钢铁经理 毕竟月田的房子 就是抵押给姐姐的 不管是关心妹妹 还是关心自己的钱 姐姐都有十足的动力 月田本很下心 放下骄傲 但看到美金能的妻子 月田还是没办法 起身不高而别 美金能的妻子 本是月田一级管了高级一级 后来嫁给了有钱人 做了夫太太 月田心里卖不过这个坎 月田一肚子气回来 想喝点酒解忧 阿春拿出酒瓶子晃晃 还有一丁点 而且商店也不给赦账了 月田告诉阿春 再去买一瓶 让他们放心 月底我会解决的 一级管的收益越来越差 上半年就走了三个一级 奈乃子有些动摇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七香也说 过去有七个一级呢 哎 谁叫馆长被男人骗了呢 买酒的阿春路过 奶奶子叫主 一起喝点东西吧 阿春玩具 还要买菜呢 你们聊 你们聊 月田一个人在楼上弹琴 脑袋放空 见阿春买酒回来 有些冒昧地问 你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吗 阿春笑着点头 月田淡淡地说 这样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女人 没有了男人能够活下去 月田随即告诉阿春 一天免费三顿饭 一个月三千块 我真心希望你留下来 阿春当即明白 试用期过了 馆长算是重视录用了自己 忙得道歇 乌路偏锋连夜雨 今天是月底最后一天 月田不仅要还姐姐的钱 奶奶会的舅舅也写了信来 说一级管 欠奶奶会三十万的工资 她明天就来拿钱 月田灭了烟准备出去 正穿衣服呢 姐姐果然及时出现 说那钢铁经理人很好 愿意再见一面 月田拒绝了 不管过了多久 自己不喜欢某个人 那么就不能 月田准备去美金农家借钱 还没出门 又碰上个吞金兽 童子发烧了 月田责怪米子 不是要你好好照顾的吗 气归气 月田临走前还是嘱咐盛代 赶紧打电话叫医生 钱的事我来解决 美金农家宽宅大院 有钱得很 月田懂美金农太太好一阵子 才说上话 能不能借了钱 还是个未知数 但家里要花出去的钱 却是确定的 童子不肯打针 米子搞定不下 他自己也不敢看 只能拜托阿春帮忙 阿春温柔极了 一边抱着童子 一边轻松说 童子最乖了 最懂事了 面对月田的求助 美金农太太没有视而不见 打电话叫左伯先生过来 毕竟左伯先生 能做花山先生的秘书 还是月田的功劳 美金农太太抱怨月田 当初你不该拒咎花山先生的 为那个男人做了这么多 现在人影都没了 即便是现在 花山先生心里还想着你呢 月田心里刚有些欣慰 左伯打了电话 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美金农撇着嘴说 见见花山先生吧 别端着了 又不是二十岁小孩子 这事包在我身上 一季馆有客户 专门打电话来找米子 按说为了女儿的医药费 米子也该工作 但懒骨头的米子 以照顾女儿为由 退掉了客户 一季馆呢 每个晚上都很类似 奶奶子穿戴种旗出去工作 七乡让阿春帮自己买些小吃 混吃度日 米子消失了好一阵才回来 去找童子爸爸了 要医药费 但没找到人 米子跟姐姐倾诉 男人都这样吗 宋带爸爸也这样对你吗 说着说着 眼里噼里啪啦的 就是不肯去工作 妈妈的辛苦 宋带全部看在眼里 但自己也很迷茫 根本不知道如何能帮助妈妈 宋带提出要去见爸爸一面 月天知道女儿心里想什么 对宋带说 只有父母担心儿女的 哪有儿女担心父母的道理 你不用担心 我都会搞定的 雨下得越来越大 月底的最后一天 连七香都想多做一单 主动打电话给米子拒绝的客户 客户听说是七香 哐当一声撂下电话 第二天 晴空万里 宋带去职业介绍所找工作 月田去庙里烧香 答应过月田的美金龙太太 送来十万块钱 让阿春写个收据 阿春为人谨慎可靠 提出 能点钱之后再写收据吗 美金龙太太还未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楼下的吵闹声 美金龙太太让阿春点钱 自己去会回那个乡下男人 看到男人大吵大闹的 米子吓坏了 忙问美金龙太太 她不会带着刀来的吧 美金龙太太本是高级一级 对付这么一个乡下人 毫不费力 聊着天 吹着牛 一直等到月田回来 月田接过十万块告诉阿春 三个酒杯 两个梨子送上楼 要快 钱是花山先生给的 美金龙太太说明后就走了 不忘提醒月田 这个人有点难缠哦 阿春买水果时多买了一个苹果 单独自己付钱 这是为童子买的 奶奶会的舅舅很难缠 拿不到钱就不走 赖在这里了 酒也喝 水果也吃 好话也听 但只认钱 月田愁得要死 听到楼下又吵吵闹闹的 下来一看 是米子的厨师丈夫来了 送来孩子的医药费 连看孩子一眼都不愿意 从中午喝到傍晚 奶奶会的舅舅已经喝得有些迷糊了 但一直还是坚定的 见钱走人 不见钱不走人 月田让阿春弄些晚饭来招待 吃饱喝足 最后狠心拿出五万块 才给人送走 月田姐姐上个月找钢铁经理行不通 这个月马上又想了别的找 一大早匆匆来到医疾馆 告诉月田 有人要买下这里 开旅馆 价格不错 你把这里卖了还我的钱 送下的钱还能投资 多好 月田不解 谁这么凑巧要买这里 姐姐直言不讳 美金龙太太 她想重振她的异技事业 月田吃了一惊 还没来得及想什么 又听到昨天那个熟悉的男人声音 奶奶会的舅舅今天态度算还好 没有赖着不走 只是来警告一下 月田想了一早上 若要卖掉这里 确实是卖给美金龙太太最好 月田也跟美金龙太太挑眠了说 但美金龙太太却一口否决 我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 哪有功夫开异技馆 为了帮助月田 美金龙叫来左伯 叮嘱左伯 今晚就把华山先生带来 左伯表情有些愕然 真是摁了一声 美金龙太太口气妒忌地说 华山先生自己说想你了呢 就今晚 说定了 从美金龙家回家后 月田心情大好 一直唱着歌 大家都能感受到今天气氛不一样 不仅如此 月田还让阿春帮自己弄头发 选腰带 月田一边化妆一边告诉阿春 我年轻时 一季是很高贵的 和普通女人是两回事 但看看现在的年轻一季 服装 发型 艺术才能 已经和普通女人没两样了 月田刚要出门 盛代垂头丧气回来 她从高中同学那里 打听到一份缝纫工工作 月田听后马上阻止 那些机器吵死了 你这是在挖苦我 我的女儿 绝对不能去做那种工作 绝对不行 月田穿上最贵的和服 系上最好的腰带 打扮了最精致的发型 就像年轻时 一季最鼎盛时的那般模样 静静等候着 那个从中说要娶她的男人 一季管理也是一片生机勃勃 不仅奶奶子照常出去工作 连七乡都有客人指定 七乡乐风了 真是今夜无人入眠 满心欢喜的月田 最终懂来了空 左伯先生连连道歉 已经尽力了 但是花山先生 今天真的有事情 月田心里感到委屈 自己不知道下了多大的决心才来的 但转念一想 自己也是奢求了 她不该来的 七乡满身疲惫回来 无聊无聊 真是无聊 奶奶子却心智高得很 她要出去一天 问七乡穿和服还是西装比较好 七乡很善解人意 里面穿内衣 外面穿和服 这样脱的时候好脱 过了几日 奶奶会的舅舅又找上门来 名字已经被彻底吓怕了 偷偷出去找警察 这下不仅是奶奶会舅舅 连月田都要一起去警察局 宋代担心妈妈 也跟着一起去 前几日 兴致勃勃的奶奶子回来了 失望至极 失到了分手的时候了 她认为自己可以像过去一样 一分钱不花就占有我 老娘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女了 录完口供 月田和宋代就回家了 美金能太太十分关切 已经吩咐左伯先生明天过来 谈这种棘手的事情 还是要有个男人在场 月田连连道谢 跟美金能太太谈言 经过这次事情 一季管的名誉几乎扫地了 四来想去 还是卖给你最好 美金能太太听后 沉默了一阵说 其实那十万块 已经是花山先生最后的帮助了 月田苦笑着打断美金能太太 我知道了 别说了 七香帮月田顶了一个场 喝了不少 回来后整个人都飘起来 和奶奶子两个人 边说边挑 吃喝玩乐还能赚钱 世上没有别的工作 是如此快活了 阿春站在一旁看着 有些难以言说的落寞 第二天月田姐姐又一大早就来了 不知道又带了什么点子来 月田告诉姐姐 已经和美金能太太达成协议了 这里卖给她 她租给我 继续开一季管 欠你的钱 会一分不少都还给你 姐姐抽着烟 苦笑告诉妹妹 确实是美金能太太出的钱 但实际上所有人还是华山先生 那类费舅舅被左婆从警察局带回医疾馆后 总个人清醒了很多 左伯不断提醒 你差点被控告勒索 要关很久的 喝了几杯酒 男人主动让阿春帮忙叫两人了一车 左伯件事情一解决 起身要回办公室 盛代看到说 我正好要出去 不如一起 盛代心疼妈妈 这样活一辈子都浮于表面 没人真正在乎她 想要左伯劝妈妈不要再做异计 左伯坦言 你妈妈最适合做异计 我姑姑也这么说 眼下之意就是 不适合做太太 左伯问盛代 你呢 做异计还是嫁人 盛代很迷茫 自己只做了六个月的异计 而且并不适合 嫁人 又有谁会娶呢 娶一个异计的女儿 七香一大早喝了很多酒 满身酒气 统居的男友走了 回家结婚了 七香又难过又生气 岳田劝说 她比你小十岁 趁你自己还有机会 不要在她身上浪费时间了 与其整天想这个 不如想尽早把我姐姐的钱还了 不提钱不要紧 七香听到钱来劲了 告诉岳田 我去协会查过了 我的客户 每一笔钱都是如数打款 但你上交的钱却总是少 岳田刚想解释什么 七香强势打断 还问一旁的奶奶子 以前奶奶会也是这么说的 不是吗 圣代老远就听到屋子里吵吵闹闹的 进来一看 果然又是说这件事 圣代是月田的女儿 只能站在妈妈这边 圣代力声告诉七香 那又怎么样 如果不爽 你就离开啊 没人拦着你 被圣代这么一说 七香来了精神 拉上奶奶子 走 我们到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工作的 七香虽气势兴兴要走 但眼泪却不自觉掉下来 七香解释 这眼泪不是因为你说的 而是我的爱人离开了我 你根本不了解男人 圣代反驳 了解男人有什么用 七香转而问月田 你说呢 女人没必要依靠男人吗 月田赶忙劝住圣代 够了 七香狂笑不止 得住满屋子的人问 快听听快听听 大小姐说 女人不必依靠男人 没了债务的烦恼 一技管恢复了些活力 不断有新人来学习 七香和奶奶子离开好几天了 七香带着礼物回来 为自己前几天所说的话道歉 想回到一技管来 月田本是个心软的女人 当即告诉七香 我们一起努力 希望是个全新的开始 七香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马上数落起奶奶子来 那个丫头可怕得很啊 现在在河队岸的一技管工作 美金龙太太秘密找了阿春 直言不会告诉阿春 月田只是临时帮我看家护院 我计划在那里开一家我的餐馆分店 你是个可靠的人 我希望你能接受此事 而不是当仆人浪费自己的天赋 当阿春问 他们都会被赶走吗 美金龙太太冷笑 想当一技到河队岸去 工作多着呢 没人拦着 阿春追问 女主人知道吗 美金龙太太居高临下地说 当然不知道 美金龙太太给阿春一个月考虑时间 但阿春随即给出了答复 拒绝了美金龙太太的提议 美金龙太太傲了一声 没想到阿春会拒绝自己 会面结束前 不忘叮嘱 此事不可对别人说 阿春走到一技管门口 听到里面的琴声 顿感落寞 女主人正准备重新开始迎接生活 还全然不知背后的心弦 阿春买了很多点心招待大家 这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我请客哦 月田不住夸奖 真的是 有你在 我安心很多 楼下是琴声 楼上是缝纫机声 盛代在练习缝纫机 他必须寻找方法 在妈妈年老后养活两个人 盛代感谢阿春 有你在 我有个说话的人 不懂的事情 也能向你请教 阿春谦虚地说 当然 我非常愿意随时帮你 并给你建议 说完 阿春低下头去 不再说话 盛代随即说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当然不会永远在这里 阿春忙解释 我想短途旅行 去我王府的故乡 祭拜我的丈夫和孩子 之后 我就不知道了 即将帮他的一技管理 一片生机勃勃 一技们乌烟唱着 琴声 低声喝着 年轻一代的孩子们 在旁边聚精会神的亭 楼上缝纫机声不断 和楼下琴声交相呼应 共同期待着一个崭新的明天 婉转峨眉能几时 虚于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帝 唯有黄昏 鸟雀杯 尾巴 同重来导演的另一部电影 情迷欲乱类似 这部电影的艺名 也有过度加工之嫌疑 反倒是港版艺名 直接翻译成流逝更为贴切 时间的流逝 骄傲的流逝 高贵自尊的流逝 青春年华的流逝 流逝带来了苍老 带来了落寞 带来了无尽的无力 除了片名 我觉得还有一个名词 非常有必要解释一下 就是意济这个词 是意济不是意济 济是技巧 才能的意思 古代将以歌舞为业的女子 称为济 日本意济 最初权威男性 在济院和娱乐场所 以表演舞蹈和乐器为生 18世纪中叶以后 意济职业才渐渐被女性取代 想对意济这个行业 有更多更丰富的了解 可以读一读20世纪中叶 日本最红最富有的意济 颜奇疯子的书 真正的意济回忆录 颜奇疯子 5岁进入意济馆 6岁开始接受培训 10岁成为家族产业的合法继承人 15岁正式出道 当年收入即名列第一 并保持花魁称号6年之久 21岁完成功领仪式 每晚至少在石家茶楼和料理厅接客 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诋毁一计 言语之间多轻蔑 名义上卖意不卖身 实际还是钱的问题 要是开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价格呢 我觉得真要这么说 就更无关一计职业了 无关任何职业 所以这种轻蔑实在无脑至极 你看我 名义上是一个电影up主 但你要是开一个我无法拒绝的价格呢 对不对 啊不对 我怎么聊起这个了 说回这部影片 演员阵容空前强大 田中 山田五十零 秀子 山村孙子 莫丽子 可算是我看过的重来电影里 优秀女演员最集中的一部了 田中和山田五十零牢牢控场 无论是山田五十零的一级管线剧情部分 还是田中的仆人观察线剧情部分 始终在线 大前辈到底是大前辈 莫丽子同学一如既往的可爱 不管是在小金电影 还是承来电影 秀子同学受限于角色本身 能发挥的地方不多 不过对于秀子来说 能和田中 也就是他心目中 尊重的贵族小姐一起演戏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 秀子十二岁时 在松竹第一次遇到田中 就受到田中的照顾 秀子住进了田中位于连苍山的家 每天早晚和田中一起重车来回制片场 田中对秀子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只要是适合秀子穿的洋装和毛衣 都毫不吝啬送给秀子 田中在1950年遭遇了空前的低谷 被新闻媒体摧残到险些自杀 当时秀子和田中重大拍摄了 小金导演的中方姐妹 一次从车出外景时 田中面对秀子 自言自语小松说 你还记得在我连仓的家 旁边有一座悬崖吧 我好几次都想从那里跳下去 这样就一了百了 秀子在自传中说 我的眼睛里充满泪水 这并不是同情的泪水 而是像雪一样 怜悯可惜的泪水 对我而言 田中就如同我的亲姐姐 努力坚韧的田中并没有被打垮 在经历了1950年的低谷后 凤凰涅槃般的重生 沟口的愉悦物语 稀喝一代女等一众优秀作品 皆是50年之后 田中在1970年11月 荣获了日本政府授予的紫兽勋章 秀子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时 不禁脱口而出 好好让他们瞧瞧 可以想象 秀子在说这句话时的解气表情 除了田中 山田 秀子和茉莉子 山村村子 也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女演员 很多导演都有自己特殊的风格 我管那叫结界 比如小金 不管你是什么演员 只要进入小金的取景框 马上就是小金的味道 但有些演员天生自带免疫效果 比如山村村子 他不受结界控制 不管在哪个导演的取景框里 他就是他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花 类似的 我还想到香港导演王家卫 不管你之前的演技如何 风格怎么样 进入王家卫的取景框 马上就变文艺起来 但是 但是 偶尔也有能突破结界的例子 比如小沈阳 他就能自由进出结界 完全不受控制 没落的行业 没落的职业 跟随众人一起放弃 还是顽强抗争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能选择蓬勃发展的行业必然好 但前提是 看得清才行 这看得清实在太难 马后炮翻历史 当然看得清 但身处时代洪流之中 如何分辨 这就难了 当然这里不谈聪明人 聪明人总能站在时代的风口 这里讲讲普通人的选择 前几年日本的天妇罗之神 寿司之神很火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新闻 各种网络大学 大师出来分析 他们神在哪里 好在哪里 什么坚持啦 匠人精神啦 总之听着都很有逻辑 但理性想想 日本的很多 动着一百年 两百年的小店 不就是不追风口吗 年轻人要健康 低脂 减肥 谁还吃油渣食品 天妇罗过时了 牛排 西餐 红酒 年轻人都追西市 谁还吃寿司 诸如此类的标榜潮流 风口的说法 永远不会停止 在我这种比较笨的人看来 不要管自己的行业 自己的职业 是不是风口 要么不干 要么好好干 一级职业是不是衰落不重要 要么改行 要么认真干 如果认真干 对男人要从依靠 变成利用才是 其他职业也是一样 千万不要一边嫌弃一边干 这就好像一边吃饭 一边往自己的碗里吐痰 实在恶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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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